Facebook母公司Meta股价崩盘暴跌20% 能否最终实现微型反转呢 大家好 我是GoMax中文部分析主管Jetty 在财报2022年2月MessFacebook母公司Meta公布之后呢 盘后股价暴跌了22% 市值蒸发了2000多亿美元 结合人民币呢是1.3万亿 Meta将2022年第一季度收入预期调整至270到290亿美元 低于市场预期 核心利空呢依旧来自于增长放缓 逻辑上很好理解 使用Facebook的人和使用微信的人比较类似 在人数增长上基本都已经达到了饱和 同时呢传统社交媒体领域Facebook面临着TikTok等公司的激烈竞争 也降低了投资者对于Meta的信心 而最直接打击Meta股价的消息呢 是苹果公司最新的隐私政策 允许用户屏蔽Facebook的广告内容 而广告收入呢占Facebook的主要收入来源高达97% 多达84%的苹果用户呢选择了屏蔽广告 美国多家机构也将Meta的股价从410的目标价格下调到了340美元附近 此外呢Meta对于虚拟现实也就是元宇宙的同资 在2021年第四季度亏损是33亿美元 全年亏损101亿美元左右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Meta重点扶持公司元宇宙发展 甚至修改名字元宇宙业务呢 共计亏损213亿美元 元宇宙概念最终也跟着Meta全线股价崩盘 美国社交媒体巨头 推测盘后大跌8% Snap暴跌16% 总体来说呢Meta的财报略低于预期 核心依旧是增长放缓 而去年四季度Meta Platform的实现营收 依旧高达336亿美元 略高于市场预期的334亿美元 所以从这个数据来讲 股票价格跌幅超过20% 在短区已经属于超卖 Meta四季度日活跃用户达到19.3亿 略低于市场预计的19.5亿 理论上来讲 0.2亿用户数量的差值 大约占公司估值预期的1%到2% 因此呢 只看该项数据股价暴跌20% 远远超跌 而元宇宙业务呢 是前期投入研发成本比较大 但是呢 从2021年第四季度开始 该项业务为Facebook带来8.77亿美元收入 环比增加57% 全年元宇宙业务实现收入22.7亿美元 但是在2020年 该项收入仅为11亿美元 2019年仅为5亿美元 因此呢 元宇宙对于Facebook 或者是Meta公司的财报贡献 增幅明显 那么为什么Meta财报数据没有暴跌20% 但是股价却暴跌22%呢 核心的影响因素 依旧是来自于TikTok和苹果公司的压力 Meta的传统业务 对苹果隐私政策的变更 以及实现电商业务的突破 如何通过Messenger 短视频Rails 以实现收益 都存在极大的挑战 就好比腾讯如果要进军元宇宙 但是呢 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的 游戏行业突然进入政策寒冬 那么将会导致先进流吃紧 可能未来公司研发元宇宙投入的3-5年计划和资金 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而苹果的隐私政策呢 一锅端干掉了所有美国科技社交巨头 同样类型的股票的PayPal表现也不好 盘中一度跌幅Coldwork26% 也发布了最新的财报经利润呢 腰斩 股价跌幅26% 属于合理的幅度 所以呢 综上来讲的话 相比PayPal是真正的财报数据腰斩 导致股价下跌26% 而Meta呢 本次依旧还不错 在财报上体现出来的数据 因此呢 股价暴跌呢 可能把未来2-3年面临苹果的压力 都已经考虑进入了股价 短期大幅波动之后呢 股价可能会企稳 我们因此看好未来中期2-3年的Meta业务转型 但是呢 对于短期的投资者要等情绪释放之后 2-3个工作日再进入会投资比较稳定 而美股龙头股呢 在历次暴跌20%以上 不久的将来回补缺口的概率都非常大 因此呢 我们持续看好元宇宙的中长期成长性 以及最终的投资价值 而Facebook在元宇宙布局呢 也是相对比较成功 将为公司打开更大的成长空间 但是短期而言呢 风险依旧聚焦在线上广告和数据与私政策变更 包括苹果政策的变更 对公司股价产生的干扰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想了解更多市场相关信息 请关注我们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